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我们下午的论坛 现在即将开始 我想问问大家 大家还在吗 在哪给自己一个掌声 那我们的会议马上开始 首先 有请 我们的台湾的医学博士 王琼光 王博士为大家分享 分子清防治疾病学的专题分享 大家掌声欢迎 理事长主席 各位来宾 大家午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亲戚对人体细胞作用的基准 跟他的那个未来医学的展望 我本身是念西医 后来做这个外科 骨科 急诊科 我们是做重症的 就是开刀 我们虽然是全科的医师 我们以前没有分 那后来年纪大了嘛 六七十岁 开刀开不动了 就只好转做自然医学 那做自然医学 其实也不轻松 治疗的都是中医西医看不好的 医学中心看不好的疾病 那么我的主要处方呢 就是 就是清气 那清气有没有危险 绝对没有 因为我们的大厂 每天就会产生14公升的清气 空气中也是清气 到处都有清气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清气呢 就是用水 水是清的仓库嘛 清的仓库 我们就把水 不管你用电解呢 还是子子交换呢 还是各种方式 把它变成这个清跟氧 清跟氧 那怎么证明这个不是空气 是清跟氧呢 我就把这个气体 用一个吸管 点火给病人看 哇 你看烧起来 蓝蓝的火 病人的下的钥匙 他们也会爆炸 其实绝对不会爆炸 然后我会示范 先吸给他看 我说哇 这样哦 那这样他才有信心 不然很多人也会爆炸 那么我们 我先强调我用的不是清水 我是用的H2 就是清分子 浓度呢 就是由 一个percent 两个percent 四个percent 一次用用用到 用到多少呢 这个是四个percent 就是不同的人 吸了氢以后 那么他的这个动脉 跟静脉的这个 micromole 一直到20 25 那么你清的浓度 越高 那么他的这个身体里面 动脉跟静脉血的浓度 就越高 然后治疗的时间 就越短 因为我没有做过清水 所以我不知道 喝了清水以后 我们血液中的浓度是怎么样 这个这一点无可奉告 那么对于这个用清好呢 还是用清水好 这个我也无可奉告 不过到最后的时候 会应该跟大家 这个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这样 那么我现在只是用四个percent 后来越用越到 二十个percent 三十个percent 我想我这一次开会回去 因为听了这个 蔡博士 说可以用到七十八个percent 因为他们潜水 潜到一百公尺身以下 都是用到七十八个percent 起带空气中的淡 所以我想我这一次回去 就开始大胆的用到七十八个percent 这样 那么其实我有一个老师 叫做Dr. Otto Warburg 德国人 我是拜他为师 不管他愿不愿意 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我就说我是他学生 因为他是 因为这个诺贝尔奖得主 1931年 他说人 细胞内酸中毒会引起所有的疾病 尤其是会引起癌症 那么我们就是用清来解决 这个细胞内酸中毒的问题 那么事实上 我们清可以用来治疗什么疾病呢 我们可以治疗的是过敏 自立神经失调 脑神经发炎 精神分裂 阿滋海默症 失眠 代谢症候群 尤其是糖尿病 高血压 这个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叛变 自体免疫 红半性狼肠癌症 几乎无所不治 没有一种病 亲自没有效的 不过 后面还要提到 你不能够说 已经肾衰竭 肝衰竭来找我 那个是没有办法 那么后来呢 Dr. O. Warburg 他193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又有一个学生叫做Crab 大家如果念医学都知道 克氏循环就是他发明的 那么这个隔了几十年 现在已经八十几年的这两个人 事实上他们的事业都没有人传承下来 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他们的学生 不管他承不承认 我都认为我是他们的学生 因为我用亲戚把这两个诺 贝尔奖的得主的这个问题 他们所发现的东西串联起来了 就是说用这个细胞内产生的水 克氏循环 把这个细胞里面的酸冲出来 这个就是我的整个主轴 那么亲医学未来的展望 什么叫未来主流医学呢 其实说以后的医生不会用亲就不叫做医生了 以后的亲医学中心急诊室加护病房没有亲 一定会被淘汰 那么他的通关密疑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一千零一月这个阿拉伯的故事 说阿里巴巴 一个不是现在的阿里巴巴 是以前一个小孩子叫阿里巴巴 他发现这个西沙密 这是芝麻开门 那么这个宝藏就打开了 可是如果大家想要进入亲的这个宝藏 宝库 你一定要有这个通关密 KDH2 没有这个他永远打不开 那么什么叫KD呢 Ketogenitide 叫生酮饮食 那么什么叫做H2 就是亲戚 大家知道 好 再来就是说 我想怎么样证明亲有效呢 当然病人讲有效 那是最重要 那么 我们怎么证明呢 第一是用脑坡 我创立那个台湾脑坡 自立神经医学会 全世界只有我在用这一台脑坡 因为还没有公开销售 那么 自立神经检测 就是脑是老板 自立神经是他发电的记录 再来就是尿的酸碱值 第四就是自由基检测 那么如果各位有兴趣 从事亲产业 这四种东西 你要研究这个 你绝对不能少 少的话就不叫做轻的研究 可是呢 如果你们只是要用来职业 用来经营商业的话 应该用尿的酸碱值就可以了 尿的酸碱值 这一次大概才不到 人民币 两块钱 好 那么大家看看这个脑坡 这个脑坡是叫做动态的 后面会看到我们有四种脑坡 像我们这个催眠以后 病人的这个 这个被他脑坡都消失 这个Beta坡 醒了以后 Beta坡 催眠结束又 又起来了 所以大家以为催眠不科学 其实催眠是真正的科学 然后大家看这一个图 像这一个人 好 这个是一个全身发抖 抖到好像冬天很冷一样 一直发抖发抖的人 他在吸了三个小时的清气之后呢 脑坡变成这样 全身就不抖了 脑坡 脑坡是最有力的证明 这个是西医学的东西 不是中医 是真正测你的脑坡 叫3D脑坡 那么大家看上面那个红点很多 下面这个红点消失了 就是异常脑坡消失了 再来呢 有个叫土瑞症 这个疾病 麻烦点一下好吗 这个疾病是一个脑部过敏的疾病 现在的医学他们都还不会诊断 也认为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一个疾病 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 他一直发声音 有时候还会骂 像台语那么骂 干干干干 就是骂他妈的意思嘛 他常被人 晚上都在 晚上睡觉都不睡觉 在狂叫 你看到他老婆什么异常 那么我就给他吸入清气 吸入以后呢 隔了一个小时就变这样 声音就没有了 动作也没有了 大家看这个异常的脑部 看旁边 这个15hz以上 后来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证明 前后差一个小时而已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病人呢 他是忧郁症 忧郁症心情很不好 一直又想自杀 脑部很低很低 这个是之后的 我要之前的 你像他自己跑 他自己会跑 对 这个一直很想自杀 点心的又一阵 结果一吸完 千号就变成这样 吸一个小时 4个percent 结果呢 他这个是11月1号来的 后来他没有接受治疗 那么到了11月18号 又变成这样 其实前后两次的这个老婆 前后两次的这个老婆 你看 11月1号 11月18号 吸完都这样 我们这个叫做 可债献心很高 就是不管你谁做 大概都是这样 那么这边有一个外国人 他宣传很高 所以他马上不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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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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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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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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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